我是环球聚焦的主持人孙维茨 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的嘉宾是美国联邦律师邓红先生 邓律师你好 你好 维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最近这几天一直是明尼苏拉州的黑人乔治弗洛伊德的死亡案 引起了不单是美国了 全世界都卷入了这场抗议活动当中 那么现在我们比较关心这个案件本身 它现在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对 在今天星期三明州的检察长Keith Ellison 这个黑人的检察长已经是宣布追加Eric Chauvin二级谋杀罪 同时下令逮捕另外三名警察 他们面临的话就是协助二级谋杀罪 这如果是二级谋杀罪或者是协助二级谋杀罪 这些罪名成立的话可以面临四十年的劳刑 在上个礼拜他们已经是当地的检察官 已经是取控了Shawvin两项罪名 三级谋杀罪还有误杀罪 当然死者的家属表示不满 要求一级谋杀罪 州的检察长在今天所作出的决定 最重要的话一方面是要平时民众的愤怒 尤其是这个案子引发了全美国各地的游行示威 甚至暴动的案件 而导致大家对这个案子极度的关切 检察长这也是以前是国会议员 Kiss本身他也是一个律师 他从两年以前开始做 去年的当选了明尼索尔州的检察长 他们现在也是决定为了平民愤决定 加进了以后从地方检察官手上 以这个团队里面起诉团队的话 加来由他来主导这次起诉的行动 当然在这个检察官的阵容里面的话 除了这个地方检察长Mike Freeman之外 其实Freeman的话是唯一一个在明州 有史以来能够将警察定罪的 这样一个检察官 也是加进里面的团队 我们可以看得出当地政府的话 是相当重视这个案件 不过能不能平时民愤 现在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在记者会之后 George Ford死者的代表律师 已经是表示说这个是结果的话 是bitter sweet 有点苦有点甜 甜苦交集 所以他们对这个起诉的行动的话 还是表示满意的 还是可以接受的 虽然检察官没有用一级谋杀罪起诉 当然一级谋杀罪的话是有故意的行为 为财害命 这种可以面临无期徒刑 在明尼首达州 二级谋杀罪主要也是两种 第一种的话它是有意图 另外一种的话是在犯罪过程之中 以后出现人命 所以这个部分他们很有可能采用了 就是第二个方法在犯重罪的过程之中 造成人命的死亡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就是 当时在George 这个乔治 Ford跌倒在地上的时候 他们这三名警察可能会因为没有及时治疗 因为他没有反抗了 以后他们三名警察压住他 以后而导致这个死亡的事件 这种围把的事情在犯重罪的过程之中 导致弗洛里达的死亡 他可能会用这个道理来起诉他 但是在全美国每一年 大概有500多名民众的话 死于警察的手下的枪 或者是警察的暴力的死亡的 但是也有每一年150多名警察 是因为在执勤过程之中 以后被别人开枪打死的 所以要定警察的罪里边的话 根据目前来说 从2005年开始 全美国基本上大概有100宗警察 因为杀害民众而被刑事起诉的 但是真正定罪的话只有三分之一 三分之二的警察会被判无罪 另外方面他们被判罪的理由 也有可能只是误杀罪 或者是三级谋杀罪 这样的比较轻一点的 所以现在检察官他现在指控三项罪名 对这个Darrett Shelvin的话 三项罪名对其他三名警察 就是也是指控二级谋杀罪的重犯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可以看得出检察官也是因为 这个政治压力的情况之下 一方面家属起诉 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开始的话 就是想办法来评民分 我们也知道的话 检察官他是民选官员 他是民众选出来的 在目前这个情绪之下 他们大部分的民众都是希望得到正义 正义得到伸张 但是的话这个案子起诉了 他们必须要达到底 真正将他定了罪 才算正义达到了 在目前的话 他采取这个很多被别人解读为政治的运作 就是暂时平民分 希望大家能够恢复正常 街头上的游行抗议能够慢慢的消失下去 这个暴力行为能够停止 我相信的话这也是一个政治的操作了 对这个确实是这样 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在美国把一个人定罪 那么除了民意以外 最主要就是说这个证据的部分 就是因为前段期间呢 对于这个乔治这个弗洛伊德的死亡原因 还有不同 好像那个试检报告第一次出来的时候呢 说这个人有这个心肺病 这个什么高血压 还有什么吸毒等等 然后好像昨天 这个有一个死亡报告 说是这个 就这个人确实死于这个事情 我想这个死亡的原因 对于给警察定罪也是应该非常重要吧 当然从目前来说 从辩护的角度来说 在上个礼拜四 Hemmington这个检察长Mike Freeman 他提出来的时候 指控这个Shelvin的时候 他的指控书的话 就是提到这个死因的 这个死因的话是说 他是homicide 但是的话他是有三个原因而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 他本身身体有毛病 他就是心肌阻塞而出现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他有吸毒 所以他体内的话有毒品成分 以后因为吸完毒 尤其是他所吸的毒是envitamin 这种的话心跳会加快 第三种的话 这个原因是警察拦住 他的这个呼吸系统而造成的 所以这三个原因里边的话 他现在家属所请出来的律师 他现在请出来的独立验尸官 这个部分的话是专家证人里边的话 Dr.Michael Bowden Michael Bowden 李昌玉 Dr.Gertz 这三个人是美国现代这个科学 法庭科学上三大抖态 三大名探 所以这个Dr.Michael Bowden 他的做他的化验报告显示出来 这个主要的死因是这个 他是急射 急射的就是夫妻 呼吸没有办法吸引 呼吸到新鲜空气 在过程之中的话他提到的话两点 第一个的话是两名警察压在他身上 所以他呼吸的时候 一般的话胸部压住里边 呼吸困难 再有一个的话警察压这个脖子压住他的脖子 让他没办法吸进新鲜的空气 也没有办法将二氧化碳吐出来 这是主要的死因 当然在里边报告的话 否认这个George Ford的话 有任何心体的前科 这个部分 在验尸报告里边的话 他并没有提到毒品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的强调里边的话 他心体没有问题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警察的压住他 让他没办法喘过气来 导致死亡的案件 所以基本上对这部分 当然在将来刑事民事方面的话 我想在稍后节目 我可以大家解释 对民事案子的影响 对这两个报告 有相互冲突的情况之下 对辩护律师有一个很有利的 你看看的话 你检察官要证实 是这个那么 由其他两个原因而造成的 所以虽然这个真正的原因的话 你现在可能改变的主意了 说是真正的话 是因为你警察压住他而死亡的 所以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对辩护律师 你现在检察官已经有这个inconsistent 已经有不太相同的这个部分了 所以这个部分以后对辩护 将来会埋下了一个伏笔 就是说你看看 你的化验报告不准确 以后这个部分 当然除了这个刑事指控之外 我在任何一个警察暴力案件之后 往往有三个程序同时进行的 第一个程序里边的话 就是行政调查 现在经过行政调查 这个警察局在第二天的时候 已经将四名警察开除了 当然除了这个部分的话 还有另外两个在进行的 就是联邦政府 联邦政府昨天已经宣布 要调查整个 整个 Minneapolis 这个民事里边的话 警察局有没有种族歧视的问题 根据初步的调查 发现黑人在Minnesota 在这个Minneapolis这个城市里边的话 被警察殴打的几率 比白人高了 高出七倍 所以现在司法部要开始调查 要将整个部门的话进行改组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就像当年罗汉基市警察局 LAPD发现的话 就是有一些监狱问题 警察局腐败的问题 这种情况之下 联邦政府就是委托了 叫Warren Christopher 做了一个委托人 来监管这个警察局 所以这个是一个方案 另外方案也可以提得出来 现在Minneapolis警察局 给当地的市政府 很大的一个责任 因为他们这个管理不善 而导致暴力事件频传 尤其这种情况之下 当地的市议会也在考虑 要不要解散这个警察局 当然这个Minneapolis 如果市警察局解散的话 不是说就没有警察了 而是说将市警察局的责任的话 转给County 当地郡政府的警察局 来承担这个责任 以后他自己 就不要有这个警察局 在我们华人社区里 我们可以看得出 为什么好像Molchipal Saint-Gabriel Ihamburg 这些华人密集的城市 他们有自己的警察局 但是也有一些城市 像Temple City一样 它自己没有是警察局 为什么 因为这个经费 它是像Rosemite Temple City 它是将这个经费的contract 给合同 给County Share Department 用县警察局来管理 所以现在也有个方案的话 就是说当地的警察局 要解散当地的警察局 以后让他用别的警察局 来取代的部分 当然除了这个之外 联邦政府的话 还要进行刑事方面的调查 所以他就像 在Rosemite 1992年 四名殴打黑人 金恩的警察 被判无罪 当时的话 在Saint-Gabriel的地方法院 就是属于州法庭里面 判罚无罪 而引致Rosemite的暴动 这种情况之下 检察官后来的话 在联邦案子 联邦法庭以后 再度起诉 这个四名白人警察 以后后来定罪了 以后才评民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联邦的话 还在行动之中 还在采证之中 所以这个部分 现在目前的话 州政府的检察官 跟地方政府 已经合在一起 一起在州当地的州法庭 提出刑事起诉 并不表示 排除将来的可能性 如果是这个案子 没有达到 他预期目的 联邦政府同样 可以提出这个起诉的 那现在就是说 已经进入到 这个刑事起诉 已经开始了 但现在民事起诉 进行的怎么样 它没开始 现在 民事的话 他请了这个 博尔达的律师 其实他们在 一单子 民事案子起诉 这类案件的话 往往会在 两个月之内 会提出来 很多时候 民众要告政府 尤其是一种 不当死亡的案件 他们会在 两种条件之下的话 会尽快提出来 第一种的话 拿到了警察的 初步报告 一般这类报告 会在一两个星期 就出来来了 同样的 在验尸官报告 出炉的情况之下 这种部分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他们所做这几个动作 这个博尔达 这个民权律师的话 他第一步要做的话 是委托专家 这个很重要 像一般的情况之下 这个验尸官办公室 大部分的民众 死亡之后的话 除非医生 愿意牵制 死亡是属于 自然死亡 这种情况之下 他们是 否则所有这些 没有医生牵制的 死亡案件 都要送到 法医办公室 进行调查 这种是属于 意外死亡调查 意外死亡调查的话 基本上的话 它最重要的话 就有没有所谓的 homicide 他杀 或者是自杀 或者是 医疗事故的死亡 心理健康 这三个可能性 最后有个可能性 没办法 确定这个因素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如果你不服 这种情况之下 你可以委托 自己的专家 开启取证 在这个案件 Michael Bowden的话 就是被委托 家属的委托 周围原告 使他职者家属 委托的专家 开始进行了试检 当然 这个试检的报告里面的话 是往往是对 这个原告是比较有利的 光彩讲到的话 这个 在民事的这方面 他一定会提出来 但是要告政府 他必须要在半年之内 所以每个州里面 都有一定的限制 如果你一般的 像人体伤害 不当死亡案件 在加州 如果你是告个人 告一个公司 大概两年之内 你就提出来 但是要告政府 必须在半年之内提出来 提早提出来的话 是比较有利 第一 你可以收集更多的证据 第二个 趁热打铁 时间拖了太长时间 大家都忘记了 所以这个案件 在2014年 Eric Garner 一个没有执照 去卖香烟的黑人 被警察锁喉 以后跌倒在地上死去 这个案件 当时没有引起 大家的太多关心 当地的检察官 也是 是个黑人检察官 他聪明做法里面 他就是说 他不起诉 他将这个案子 交给大陪审团 来决定要不要起诉 后来大陪审团说 证据不足 以后没有起诉 他推责任 推得一干二净 不是我不愿意起诉 而是大陪审团 不愿意起诉 也要推干了刑事责任 所以的话 但是在民事这方面 他采用了一个策略 就是尽快了 找到专家 也是一样 找到Michael Bowden Michael Bowden的话 也是一样 警察锁喉的方法 而致死的 以后这种方法 太残忍 容易造成死亡案 大部分的警察局 已经将锁喉 这个方法的话 作为一个禁止的做法 所以这个案子 很快的 在半年之内 以后警察局 纽约市政府 赔了590万的赔款 给了Eric Gartner 他已经拿到这方面的钱 家属也不再追究了 所以这个案件 平时那时候的风波 在这个案件里面 明州跟其他州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所以为什么 他要找这个专家出来 原因就是 在加州 我们所用的标准 民事索赔的标准 是所谓的 comparative fault 意思是 你的过时比例是多少 好像在这个案件 它的过时比例 警察是80%的 他就要承担80%的错 20%就要承担20%的错 所以基本上如果是一条人命 按照算的话 就是说1000万来说 那警察局80%的错 他就要赔800万 如果是自己有20%的错 那这20%是不能赔的 但是在民事索州 他采用了一个 他有15个州 他采用的标准是什么 modify compare default 这个modify模式是什么呢 如果你有50%的错 你得不到一分钱的赔偿 所以你有百分之 所以的话 你必须要证实 你没有错 是别人 大部分的错 是别人的 别人才会赔你钱 这个案件 你所以为什么看得出 他要请私人的 私检专家 来做这个检验的话 这个非常重要 我刚才讲的 按照官方的理论的话 是三个因素 导致他死亡的 一个是自治心体条件 另外一个是毒品 再来的话 就是压住 呼吸有困难 而造成的 所以三个原因里边 两个 三分之二的原因 都是你 George Floyd里边 做了错事情 所以按照 他的民事标准里边的话 三分之二的责任 是在你本人 所以的话 George Floyd的家属 可能一分钱都拿不到 但是按照原告律师 专家的报告 他里边 报告里边 排除他自己 心体有问题 以后他将80%的责任 推给了压 压脖子 而造成的死亡事故 以后同样的 他没有提到 这个吸毒的问题 因为吸毒会导致 你呼吸很快 心跳很快 所以会出现缺氧的事情 所以为什么 吸毒之后 很多有OD 就是吸毒过度 而死亡的案件 从镜头里边 可以看得出 以后当时 George Floyd的话 是有吸毒 在他体内里边 官方的厌室报告 显示出来 他有安非他命 在他体内 所以可以看得出 但是他这个部分 他有可能是20% 30% 是他体内里边的话 自己因为吸毒而造成的 但是70% 80% 有可能是因为警察的过失 而得到的 而造成的 所以这个责任里边 可以看得出 所以为什么民事律师的话 一定要找专家 尽快的做尸检 就是要保存证据 因为民事律师 州里面的法律 就是说 如果是他错了 占半数以上 他一分钱拿不到的 那你现在的试检报告出来了 他现在说 百分之 七八十 是警察的错 那这种情况之下 也为了他缩赔 埋下的伏笔 这个伏笔里边 当然这条命怎么算 这人命的算法 在不当死亡案件的话 他分成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的话 是经济的损失 经济的损失的包括 他谁可以提出来呢 他的家属 他有两个小孩子 以后两个不同样的 母亲生的 在电视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 所以这个小孩子 要抚养他18岁 要多少钱 以后他每个月 给这个妈妈多少钱 以后因为他的去世 以后他没有钱了 所以这个部分 从他现在 40多岁 算到他65岁 可以退休 这段时间 他损失了多少钱 因为他的去世 达不到钱了 所以这个部分 是一种经济 可以算得出来的 在不当死亡的案件 民事赔偿里边的话 他有一个 非经济性的损失 在普通的人体伤害案件 我们叫做 精神痛苦赔偿 就是说我受伤了 我晚上睡觉睡不着 我现在在怕开车了 我也不敢出门了 这种是精神痛苦赔偿 他的标准里边就是说 你医药单里边的话 是1万块钱 你精神痛苦赔偿的话 大概算起来 有可能是三倍 有可能是五倍 有可能是一倍 所以他就可以用这个算数的模式 算出来的 在不当死亡的案件 将来这个案件的话 他不是计算的话 他这个George去世之后 我都相信 而且说George去世之后 他有两个原因 我失去了爱 失去了依赖 失去了安全感 我将来的话 就是一个人很孤独 这个部分里边的话 那谁可以提出来 他的小孩子可以提出来 小孩子就是说 因为作曲的趣事 我得不到父爱了 我成长过程之中的话 是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 有父亲一样的指导我 我毕业的时候 我没有父亲 会跟其他家庭一样 到我毕业典礼里面去了 我结婚的时候 父亲被牵着我的手 进了这个结婚的殿堂里面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里面 他就是很在乎这个部分 这个是小孩子的部分 那对父母来说 一般的美国 他不会说法律上规定 要孝敬父母 但是他如果是他每个月 都有给钱 给他妈妈 给他老人家 给他其他亲戚 这些人的话 同样可以说 你看看因为他的去世 我拿不到这些钱 得不到他的爱了 对 这个实际上 民事这种案 在赔偿的计算上 是非常复杂的是不是 非常复杂 所以他很多时候的话 就是说 这类案件最重要的话 是为什么的话 很多人不像一般普通的案件 可以说这个医药费是多少 我乘以三倍乘以五倍 我就可以算得出来 在这种警察枪击案里面的话 往往是怎么样子来动荣 来打动陪审员 你看看他夺走的是一条性命 很奇怪里面的话 就是说在我们去陪审团里面的话 很多陪审员很在乎这一点 第一点的话是我们中国人觉得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Loss of Consortium 就是享受性生活的快乐 这个已经失去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在美国人看起来 在陪审团看起来 是非常值钱的 所以他的女朋友也好 他的太太也好 他说你看看他的去世以后 我再也享受不到的话 我的性生活了 以前我们一个星期的话 要做几世爱的 因为这个时候的话 现在太空虚了 这个的话 往往陪审团很重视这个部分 以后所以为什么 很多时候的话 他不是说我的痛苦怎么痛苦 而是说我的快乐我已经失去了 这个快乐是没办法用钱的 来measure的 来权衡的 所以的话 尤其是我们打这类官司的时候 常常会说你看看 他本来要结婚的 女儿的话在美国里边的话 最大的一个事情 其实就是将女儿嫁人的时候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 以后去进去 走进了这个isle里边去 以后你看看的话 因为父亲都不在 他一个人孤苦伶仃的 就走进了结婚殿堂里边去 这样的故事一讲出去的话 陪审团的话 每个人都会落泪 因为在美国文化里边的话 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 在墨西哥人里边的话 这个小孩子已经18岁了 要长成人了 以后你看看的话 就是说成人里的时候的话 父亲都不在心边 或者是将来小孩子的话 他就说我高中毕业的时候的话 你看看的话 我一个人在走上的领奖台里面去 以后我的同学里边 父母都是在旁边高兴喝彩 但是我到领奖台上面去的话 我是孤苦伶仃的一个人 我父亲在哪里呢 所以这些故事里边的话 往往会让陪审团的话 会给很高的赔偿 所以很多时候 这类案件里面 这个检察官 这个辩护律师 他会想办法说 你看这条人命不值钱 在保隐公司里边的话 他的赔偿的话 他根据是两个 第一个的话 他的工作能力 那你做博里边的话 就是做Security Guard 然后做警卫的 一个月最充其量 就是5000块钱好了 那你到哪里去 以后这满到65岁 充其量 一年整个下来的话 可能是不到80万还是100万 以后你自己要依赖的人 是多少钱 所以这个部分 他可能会用 他的经济依赖人 是能够拿多少钱 他的工作能力是多少钱 以这个来算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辩护的律师 尤其是不管是 刑事案子的辩护律师 这个检察 这个辩护律师 还有的话 就是这个保险公司的辩护律师 他都会想办法磨黑掉 磨黑掉的是磨黑罚 我是一个英雄 我们这个被告 我们的警察里边 是唯一名除害的 你看看这个人里边 前科累累 以后犯罪 所以的话不值钱 我警察 我是为了保护民众的安全 以后我们是个英雄 所以很多时候的话 我们最近处理这个案子 在Chino这个地方 一个警察在烧茶 大麻屋的时候 他们收队 突然间发现 有一个人躲在门后 一个警察 马上就说 举起手来 show your hand 话还没讲完 另外一个警察 啪一枪 已经开枪 将我们的客人打死了 那这个案件里边的话 警察局的律师 而且公司的律师 他说 你看看他第一 他是没有工作 以后没有报税记录 第二个 他牵涉的 他是这个牵涉的大麻屋里边 错的是在他那边去 所以他们认为 这个官司支持25万 跟我们一起合作的 这个叫做Briand Dung 我们一起合作 找了李昌宇专家 证实里面的话 警察不应该开枪 我们的主题也是一样 Chinese Life Matter 中国的人命也是值钱的 华人的命也值钱 最后 当然 我们在停上去的时候 当保险公司提出来 这个人民不值钱的时候 他因为他没有正常的工作 但Briand Dung 他的argument说 你看看我的记录 我过去打了30年的官司 我的客人90%以上 都是 struck dealer 都是贩毒的 被请了打死 你夺走的是一条人命 一个生命 一个家庭的快乐 所以每一个案件 他说我的都不少于300万 同样的 这个华人的命 也同样值钱 所以最后 保险公司 市政府不得不同意 赔偿 300万的赔偿 所以很多时候 就是说 怎么样子能够打动 陪审员 打动 法官 这个很重要 因为 这是一条人命 人命是没办法 用保险公司的 这个 formula 他的公司方式来算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不当死亡的案件的话 往往有很大的 背后还是起诉的贡献 就是因为 尤其是民众对警察的作为 他不认同的时候 他们会感觉到 我们花钱请了 你做警察 那你应该是保护我们的安全 而不会是想办法 来这样子 来摧残我们的人权 所以很多时候 他们往往会用说 将心比心 如果我在那边的话 那警察这样子对我 我会怎么说 所以在这部分 民事案件 大部分的话 警察局 市政府都知道 有可能是他们的训练 有问题 管理不善 你像这个案件 Shelven 他以前有17次 被投诉过的记录 并且他参与的 有一次的话 是杀人 就是也是一样 开枪杀人 打死人的 这个事故 牙医这个警员 套 他也被投诉过 五六次 那你知道 他们这两个警察 都有暴力的倾向 为什么不惩罚他呢 为什么 还是让他带个枪 还来这部分呢 所以这个就是将来 陪审员会听到的 在民事的官司里边 一般的话 他没有惩罚性的赔偿 因为市政府 可能是 他们也不是鼓励 你这些员工 去 因为你明知道 这个员工 以后 有违法的行为 但是的话 你还没有做一些措施 往往他们赔偿 就在非经济损失 这部分的赔偿 但是对个人来说 他们有一个 所谓的survival action survival action 就是针对警察 对死者的代表 可以告他 他要求 这个枪手 造成死亡的人数 人事的话 要承担起 这个惩罚性的赔偿 惩罚性的赔偿 不一定能拿得到 就是说 法官说 那个好 你要赔 这个十万块 一百万 的惩罚性的赔偿 要求这个 shavin要赔 但是他已经坐牢了 没有工作了 所以你拿他钱 你拿不到的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 虽然就出口气 杀鸡进口 你这样做法的话 已经是构成 行事的行为了 他已经坐牢了 没有钱 你也拿不到 但是对市政府的 调理变化 好处是什么 好处是大部分的市政府 他是有保险 有钱可以赔的 你告进去 往往是市政府 会赔钱 以后难度是什么 就是实教性 还有专家很重要 这个 现在呢 就是说 不管怎么样 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 那么这个司法程序 也可能很长 也可能很短 然后呢 这个黑人的葬礼呢 好像从明天开始 要在这个 明尼苏达 在北卡 在休斯顿 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 要举行 就整体来看呢 虽然目前 这个案子本身 进入了司法程序 但美国的抗议 这种浪潮 和全世界的 这种这个 卷进来这种 这个抗议活动 仍在持续 那现在呢 这个明州的 检察长 把这个 对这个警官的 这个 起诉的罪名 又提高了一个城市 二级毛杀 然后呢 这个明尸案 很快的 进入 这个程序 那么 就是说 像这样一些举动 司法程序上一些举动 能否平息 美国社会 对于警察暴力之法 或者对于这个 种族歧视 不满这样一种情绪 这次游行世卫 甚至变成一个暴动行为 是由三个原因造成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 长期以来 这出现一个的话 就是黑人长期 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受到不公平的 平等的 这个经济的待遇 还有的话 警察知法 也是这个 我们可以看得出 这个是贫富悬熟 在白人跟黑人之间的话 可以显示出非常明显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 这个冤恨 早就有直下来了 以后的话 再加上 现在短期间之内 疫情期间 大家看不到希望 大家的话 就是说要求改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 所以为什么现在 Atifa这个组织 反发思思 这个部分里面的话 它这次大部分 能够适应很多年轻人 尤其是年轻人 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 以后他们要改变 他们要变成一个 无政府主义者 所以他们这种年轻人的话 就是经过煽动之后 他会参与 也有一些极端派的 右派的 他也利用这个事情 搞事 搞到社会乱 所以这部分 有另外这种因素出来 你看 参加游行 参加暴动 这些人的话 都是高中 高中生 大学生 因为他现在什么 高中 大学都不上课 他们有这个时间出去 所以也是因为 这疫情阶段 当然第三部分里面 就是归根结底 就是警察 私报的案件 长久以来 他们就用了这个 所谓的 Racial Profiling Racial Profiling 这个Racial Profiling 就是说你警察见到黑人 就假定他是违法的 就是做犯罪的 所以警察的话 就高利私报的案件 经常发生 发生了以后的话 1991年发生的 惊恩案子 那是20块30年以前的 以后同样的 有没有改变 还是没有改变 任何一个非洲裔的民众 在一生之中 肯定会有平均下来的话 四次到五次 会被警察刁难逮捕 查问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的话 你这个文化已经在那边 你不做一个改变里面的话 还是一样 不会改变 那当然 现在检察官 他们是民选出来的 选民投票的 所以政治压力的情况之下 他要讨好选民 他赶紧起诉了 但是1991年的 惊恩案件 发生在91年 但是为什么 92年发生暴动 就是这个四名警察 在Semi Valley这个地方 审理 后来审理结果 在早上十点多钟宣布 四名警察无罪 中午的时候 罗汉基地区 中南区 就开始烧火 开始打人 就是因为当地的民众 不满 判决的结果 所以你现在找了这个 Keith 这个检察长 是非洲裔的 你现在 性情满满的 起诉 但是万一这个结果 无力 被判无罪的时候 那会不会爆发 像罗汉基一样的暴动呢 会不会比这次的 现在目前这种 小型的暴动的话 会大规模去呢 这也是很多民众所担心的事情 你起诉并不表示的话 他就一定会定罪 如果不定罪的时候 你现在的标准提那么高 二级谋杀 三级谋杀的话 都有一定的难度 你现在将这个 二级谋杀的提升到 三级谋杀提升到三级 所以现在基本上 用三强罪名来指控他 但是万一这项罪名不成立的 以后这些民众 如果是他被定罪的 如果检察官 他所现在采用的策略的话 是多个把持的策略 检察官起诉的时候 他会 他检察指诉的罪名是什么 罪名是检察官有主共权 他们采用两种策略 一种策略里面的话 是多个把持 像这个案件 用的是一个多个把持 就是说二级罪不成立 起码三级罪可能会成立 三级罪不成立的话 至少误杀罪会成立 总有一项会成立 他用这种方法来 那么多的把持 我闭上眼睛就可以盯中一个 这是一个 有另外一种的话 就是检察官提定 要赢了 就是一个把子 一发子弹 我只有一项罪名 这部分里面还更有效 如果你指定的话 就是三级谋杀 这只有一项罪名 对检察官从自修操作里面的话 更容易有胜利的 所以陪审团厅 他有没有故意的行为 他没有 所以一个要判他 所以他在这的话 他有没有过失 有过失 但是我只有三项 第三 三级谋杀这项罪名 我应该 他太重了 可能应该是误杀罪 但是的话 检察官不给陪审团做 误杀罪这方面的考虑 所以逼使 所有的陪审员 只能是考虑 有没有这个三级罪的谋杀 所以这个部分 逼着检察 我们很多案子都是这样子的话 陪审团不得不迫说 人有有条人命死掉 我录像带也看到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虽然二级谋 虽然是这部分太重了 应该是误杀行为 但是的话 我没有误杀 检察官没有让我这个选项 说误杀罪 算了 就是他真的有做错 就往三级谋杀里面去了 但是检察官没有采取这样挫裂 为什么的话 家属一定要要求一级谋杀 以后 以后现在检察官做了一个 结冲了 一直谋杀 故意行为 我没办法证实 但是的话 他犯重罪的过程之中 导致人的死亡 这个二级谋杀 我来试试看 以后 试不了了 说不定是三级 三级不行的话 我还有个误杀罪 将来的话 这个陪审员 往往要到陪审团那边 过去的将来的程序 至少要走一年以上了 才能够到 在罗安基地方的话 可能会到两年 因为这案子审理太多了 所以在明尼索团走 有可能是 快的话是一年 才会到陪审团那边去 所以将来这个审讯里面的话 有将来只有两条路 这些人有可能是认罪 但是这个案子 已经是变成非常 引起全球关注的 所以检察官 也不会开出好的条件 因为他开出好的条件 以后家属不满意 社会责怪他 所以他这种情况之下的话 你给了他一个误杀罪 那基本上的话 家属会骂 所有的人都骂 他选举也可能会不会选上来 但是的话 如果要打骗团那边 他要面临一个的话 就是说 检察官 他现在目前证据 已经出现一些瑕疵 就是说 使者家属所提供的验尸报告 跟你检察官本身的报告 就有些不太相符的 辩护律师会这方面的话 大做文章 也同样的 有另外一个辩护理由 就是说 你警察官就是因为政治的影响 而将这个案件里面的话 这个故意夸大 来评民笨 但是的话 法律是要讲究证据 法律是要按照现有的法律 来判的 所以他用这个方法来攻击检察官 让陪审员的话 就是说 要公平公正 不能够因为政治气候 因为民愤 有个本来没有做错的 你抓个人去 去交个人头 这样的做法的话 是不符合美国 所谓的司法公正的原则的 所以这个案子本身来讲 影响这个案子的因素 非常非常好 所以这结果 也是一个变数 那么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 你这个检察官的选择 也是很难的 那不管怎么样 对 这次这个爆发的抗议思维活动 是不是应该可以看作 目前美国社会各种矛盾 集中的一次爆发 一个集体性的爆发 掺杀了很多的这个因素 那你觉得我们华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因为很少有这个华人 这个来来来表态 或者华人团体来表态 那么华人团体应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 怎样把握自己的立场 对 其实我们华人的话 也是小数主义 过去22年 我做了律师 从辩护角度 或者是告警察局这方面的话 我们过去处理了无数多这类的话 华人被歧视的 在30年以前 我在报社做记者的时候 曾经报道了一个来自台湾的林秀文女士 她自己里边的话 在60号高速公路被警察拦下来 她英文不会答 不会不懂 所以警察要求他提供驾照这些部分的话 他不应该停了路边 但是的话他停下来 以后赶紧跑到路边那边 要打电话给他老公 没想到警察认为这个东西是躲避警察的追捕 以后将他压倒在地上 压倒在地上之后的话 他英文不懂 以后意思是想办法打电话给他老公 以后这个案件 后来的话警察故意刁难他 以后将他关到Rancho Cocomanga监狱中心里面去 后来我就知道Rancho Cocomanga里面 他的Fontana是美国3K党的总部 以后他因为他不讲英文 又跟警察顶撞 这种情况之下 他全部被拖光光 以后被警察也推进一个另外的牢房 养别的犯人修理他 等他出来的时候 他受了骗体零箱 以后他还面临那个刑重罪指控 说这个跟警察发生冲突实警罪 还有这个妨碍公务罪 一大量的罪名 当时我在报道这个案件 我就觉得真可怜 以后但是的话 那时候警察所有的报告都是咬定 是他先攻击警察 尽管这个林女士的话 他没有他很小 不可能会攻击警察 但是的话 在面临刑事案子的指控之下 他不得不要 如果他不认罪 他可能会面临三年的劳刑 驱逐出境 他后来的律师不得不办 他认了罪 那这个案件 那时候我们就感觉到 怎么样子那么不公平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跟警 学会跟警察打交道 尤其是现代的科技 现在的话 之所以引发那么大的 这个 这个示威行动 就是我们亲眼看到的 video上面 录下来了 这个案件也是有video 现在大部分警察身上都随身带了这个video 所以警察有所收敛 我希望这个案件的话也是一样 会带来很多警察的 他在操作方面 他一定会变得更加小心了 当然 学会跟警察打交道 最重要 第一 我们要知道 警察他们训练是有限的 他们的训练的话 都假定所有人都是持枪的 所有人都是危险分子 所以很重要一点的话 跟警察打交道 不要跟一个带枪的人而争吵 听从指挥 保命要紧 有一些 如果遇到不公平对待的 这种案子的话 一定可以透过三个方法 第一个 向警察局提出内部调查 第二个 可以跟检察长FBI 这类监督警察的机构投诉 第三个 可以凭请像我们一样的民权律师 向警察局提告 因为我们现在提告起来的话 就比较容易 就像Chino的案件 我们拿到了警察官 在警察身上随带的camera 所以在法庭上 跟警察局来对峙 在庭上 距离力争 千万不要在街道上 来跟警察来论个道理 这很重要 谢谢邓律师 对George 福尔医的案子的精彩分析 那么后续的发展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 那么下次 再随时请邓律师 来为大家 跟踪案情的发展 好 谢谢邓律师 谢谢邓律师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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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